中国人喜欢用风景如画来形容美丽的地方,其实有些地方比方还美,因此又有了如此疯狂和不如的传世名句。 安徽黄山是有条古村,莫名叫红村,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是安徽省计黄山之外的另一个代表性景区。 红村前有拿湖,中有约爪,三年又起伏连年的山脉,充满灵气的山水和特色的灰派民聚交相回应,引导出一个古典继细浓郁的生活氛围。 红村的美引起世界关注,美名游客如云,在其他古村古镇被改造的不伦不类之时,红村依然保持较接近最初面貌的生活风情,实在难门可贵。 国际集合人大导演李安曾经带领顶集团队,在此拍摄过著名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 南湖和月长是当时的主要曲情点。 这两个地方因电影里的周吴乱巴和张紫义而为大众所熟知,《卧虎藏龙》拍创了《先世纪》《武侠电影的新浪潮》,其成绩也非常亮眼。 不仅在美国,等国家收获高票房和好评,还在美国奥斯卡拿了最佳爱语片,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最佳艺术指导四顶大奖。 是华语片在奥斯卡上的巨大突破,《卧虎藏龙》的成功,除了李安的创作功力,演员和幕后人员的高水平发挥外,《红村》这块迷人的背景把野鞠躬之类,如今的红村已经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景区之一,是门票经济的成功者。 好就好在红村并没有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群而引入诸如酒吧之类的现代化商业,对古典氛围没有进行破坏,行走在红村的石板街上,不经意便会邂逅某栋名人就宅,单薄的就强带人回到九远的年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